任何人受伤,希望这当局能够重新发落,不要让他没有工作 级别的新闻综合报道 现在有不少民众搭系程车会先打电话叫车 不过叫系程车的电话其实每分钟会被收6到9块钱 如果你做短程的话,再加上这通电话的钱其实没有省多少钱 现在有业者推出号称全球独家的iPhone,iPad,叫车程式 用智慧手机的定位和网路服务 不用拨打电话也可以叫系程车 电话叫小黄能打折,有时可以省下车子一到两成 但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 业界拨打电话叫车,费率每分钟6到9元不等 交机会统计,每次大约通话30秒到2分钟 也就是得额外付4到18元,几乎吃掉折扣金额 交机的这个程式,点进去之后有两家车队可以选 现在有业者推出用iPhone叫车 只要先下载应用程式,输入地址,按两下 号称免打电话,叫车不花一毛钱 其实iPhone叫车的原理很简单 先通过网路定位您的位置 再把这个讯息送到天空的卫星 再由卫星找到司机 这时候司机就可以把车开到您指定要的地方 不用透过接线声 运用iPhone iPad叫车能把叫车流程简化到10秒到1分钟 预计要增加三成业绩 目前台湾的地区用户有150万个iPhone的用户 那iPad大概有10万上下 我们预估将近有一半大概7、80万的会使用这个服务 而即将到来的圈节,各车队也公布资费方案 优良大都会叫车部分不加收不折价 路边缆车全时段按应收车资加收20元 台湾大车队则是全部不加收也不折价 业者是在年前推出叫车不花钱的应用程式 多少也想趁机绑住精打细算的乘客 TVB新闻江江黄文波林台北报导 好,现在我们在您看到的就是米其林美食指南 现在要针对台湾出输了 再见